同样的大企业内来看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 在上个礼拜审核完成台塑集团创办人 王永庆遗产税案件 核定王永庆遗产总额600多亿 扣除一半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 请求权等这个免税额后呢 遗产金额是200多亿 以法案当时50%的最高税率 需要是缴纳100多亿元的遗产税 就创下了史上最高遗产税记录了 至于外传其实王永庆在海外还有2000多亿遗产 财政部说如果王家人对遗产分配达成和解 在国税局清查海外资产有困难的情况之下 官员坦诚会比较难查